新北市一所国小传出有高年级的学生 翻开老师的抽屉偷看其中考的考试题 甚至还揪同学一起来 结果同学偷看完 其中考之后说六嘴 整件事情东窗事发 学校紧急的重考补救 而负责保管的代课老师也已经自己离职 但是同一所学校还有离谱学生 停一班外出比赛 在旅馆里头恶作剧 拿马桶水给同学喝 家长直呼太离谱 群组上紧急通知国语科其中考必须重考 但才刚考完怎么还要重考 原来是有学生偷看考题 离谱事件就发生在新北市一所国小 高年级某一班学生发现老师抽屉没锁 也知道里面放着国语科其中考题 居然跑去翻出来看 还就同学一起 没想到考完同学说溜嘴 告诉别班事情才曝了光 校方紧急重考补救 抽屉没锁的代课老师 最后自请离职 教育局严真要求学校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 不过事实上早在其中考前 这所国小体育班外出比赛 还有学生恶作剧玩过头 4月初体育班南下比赛 结果其中有学生恶作剧 接连两天装了马桶水给三位同学喝 最后被发现校方介入处理 虽然没有身体不适 但家长知道了还是气炸了 学生年纪小不懂事 恶作剧当有趣 校方更应注意孩子行为及时导正 记者梁子月杨文豪新北采访报道